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又要回应网友的问题 他是问及如何舒缓湿疹 有什么汤水呢? 我曾经最近说过 舒缓湿疹有几个是用绿豆做的茶汤 但是绿豆比较寒凉 很多朋友并不是十分适宜 所以今天继续为他介绍一些 是可以舒缓湿疹的不适 但是不会像绿豆那样寒凉 他主要是用淮山 淮山这种食品 我介绍了很多很多蝙蝠 而最近我曾经说 是用淮山来治疗一位朋友 他20年内每天水射20次 两个星期完全正常 回复条状一天一次 这是用干的淮山 而我自己是用新鲜淮山 是吃了一年了 我迟些会将这个个案和大家分享 但是呢 还有很多关于淮山的偏方 一位103岁的老中医 他用这个淮山加珠环尼 用来煲湯 是一个预防糖尿病的一个护疗食品 还有很多关于淮山的资料 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下面 好像哪些人适而吃呢 淮山有什么功效呢 至于我自己食用的经过 我会迟些分享 那么今天呢 就用淮山 和大家做几个汤 可以减轻你的濕疹的不息了 第一个呢 是有肉的 就是淮山瘦肉汤 但是呢 它也有药材的 先讲材料 是山地黄20克 村公6克 党参20克 大祖4粒 淮山30克 瘦肉5粮 还有生姜3片 这里煲出的药材用量 足够2-3个人的饮用 那水你可以适量地加进去 首先因为有肉 我们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和出水 去掉那些血水 同时呢 就没有了那种酥味的 那如果大块的呢 你就把它切开 如果不是 是普通的贵妃展 这类小的 就可以这样出水 可以了 至于所有的药材 当然要洗干净 但是因为药材是干品 它难出味 所以呢 我们把它预先用水浸它一轮 让它容易软身出味 再加上这些水 我们就去加更加适量 去到你认为需要的用度 你可以多一点少一点 试乎你自己 喜欢它浓一点或者淡一点 然后煮滚之后 收慢火煮2个小时 那就可以喝汤 和吃它的肉 淮山等 这些都能吃得到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效呢 因为生地王是清热养阴 村公党心行气活血 对于那些长期有濕疹 而且变成很粗粗的 那它颜色又很暗沉的 濕疹患者 是可以帮助它 减退这个长期濕疹 导致的红肿 另外两个淮山的汤水 都是没有肉的 都是盐浩先生比方里面 我看得到 介绍给大家的 第一个是淮山萝卜汤 材料方面 它就是没有一个很肯定的份量 它只是用一块去皮的淮山 多少它没有港级的重量 另外一个红萝卜 和一块粟米 只是这三样东西 当然新鲜淮山要去皮 但是如果去皮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用一个手套 带着来去皮 否则它的锐是可以令你很痕 如果你皮肤敏感 就会有这个反应 你把所有的洗干净 在淮山把它切细之后 红萝卜切细 粟米把它切断 全部放入煲中 加适量的水这样煲 大约你可以煲一个小时 已经可以饮溶 这个功效 它就说鲜淮山是滋阴的 粟米是可以去湿和抗敏 对于已经发的湿疹 是可以有舒缓的功效 而另一个淮山绿豆汤 它里面除了加淮山之外 以前提及的绿豆 是有这个舒缓作用 它也有 但是还有三样材料 首先淮山我们要30克 绿豆30克 8盒是干品 又是30克 2米15克 其实是15克 所有材料洗净 预先用水浸在淋上 让它容易软身出尾 可以浸2-3个小时 然后加水煲至熟透煮滚 熟透之后 就是一天喝两次 每天喝两次之外 要连续喝几天 这样你就会有舒缓作用 预防这个濕疹病情 惡化 可以去除这些痕迹 如果你觉得绿豆 比较寒凉 或者痛风不适宜 今天介绍的淮山瘦肉汤 和淮山萝卜汤 都是值得大家试一下 去减轻濕疹带来的不适 希望大家不会有法作 多谢你们的收听